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嗨巧克力 今天,我們的Deep.io要來挑戰一台可能也會非常尷尬的坦克 不過我覺得我對他有信心吧,我們Here we go 好的,我們已經來到了45等啦 沒錯,我們就要變成我們的守衛 而且呢,是傳說中的自動守衛炮 對,而且我這邊還把點數稍微扣著 因為我還在想Reload要不要點到滿 他的子彈移動速度一定要點到滿 因為這樣他才可以快速的射出去喔 那Reload的部分我還在考慮 因為我覺得移動速度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選這一台如果沒有辦法快速的靠近敵人 那我們的自動守衛很明顯的會很難打到對方啊 你看我現在完全就是非常緩非常緩 完全靠不進對方 這樣子的移動速度好像至少還要再來一點吧 另一點要不要...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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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到了兩下 自動守衛! 自動守衛你有在做事嗎?自動守衛! 對!這個就離你這麼近了! 錯失啊! 我...我...我難過...他的...他的攻擊範圍 怎麼會這麼的小 他雖然會幫我擋那個...粉色的中立 但是...是打人啊!自動守衛! 打人啊!他是沒有辦法...他是沒有辦法操作的 所以只能...慢慢的祈求...他會去看到別人! 煩透了... 我的天啊...好尷尬... 我們...再試一次!可以的!可以的! 我們要對他有自信! 哇哇哇!但是這一場...好像已經要結束了 我們已經攻下三個點 而且...最右上角的點位...他們...也差不多啦! 好啦!那我們先來...了結這一場吧! 對不對!我們下一場...再來好好的...努力! 太快了啦! 呵呵! 不行!我們不能對自動守衛!放棄! 我們要...幹嘛的! One more again! 好的!我們再度...來到了45等啦! 這一次呢... 我覺得我們把剩下的...就點移動速度好了 因為...如果靠不近人...真的會很尷尬耶! 移動速度...我記得3點就是會有蠻...蠻不錯的效益啊! 點3點好了 對啊!這個...如果再不行就要再...想辦法啊! 扣除一些點數了! 因為...靠不近別人...我的自動守衛... 有有有!去打了!去打了! 喔!nice! 有沒有!子彈移動速度一定要高! 因為...這樣子你的自動守衛速度才會快! 那一點是非常關鍵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自己要能夠快速移動到他的旁邊啦! 你看!這麼靠近的自動守衛都還不做事! 做事啊!自動守衛! 你在幹嘛啊!你在昏尺等死啊! 自動守衛! 我沒有辦法再靠近了! 你要做事啊!自動守衛! 上面!上面! 有有有!去打了他一下! 那個Sniper!我有打了他一下! 但是我現在血量...也來了...只剩一半了! 然後那一台他居然躲在裡面! 小NONO! 沒關係!我們...左邊! 左邊還有一些可以打! 來來來!自動守衛! 他!這個嗨!去打他! 有有有!幹掉了幹掉了幹掉了! 但是我的血量...我的血量...我的血量...我的血量! 非常的微弱喔! 我要...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有有左上角! Nobody! Nobody come! Nobody know! I'm here! 我就可以在這裡安全的度過30秒! 噓! 你不說! 我不說! 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我在這邊多布置一點陷阱! 喔喔喔喔喔喔! 30秒!過了過了過! 欸!你這1 2 3 4 5! 來啊!自動守衛! 欸!做事! 做事! 做事!往前面靠! 這在掛網了嗎? 自動守衛! 你看我! 怎麼靠近他! 才有一台去打他! 還知道我要這樣子! 屁股對著他! 呵呵! 他才會! 自動守衛才會聰明一點! 喔! 很無奈欸! 這個! 一定要靠到非常非常的近! 自動守衛才會! 有警覺! 喔!原來前方是敵人啊! 啊!不好意思啊! 我這個近視有點深啊! 呵呵呵呵呵! 自動守衛的近視超級深啊! 大概只有0.2吧! 我的天啊! 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靠近! 來! 我們現在去右上角! 那邊還沒有! 欸!還是左邊! 有哪裡! 哪裡有敵人! 我們! 就去哪裡! 喔!來了來了來了! 自動守衛! 屁股!屁股! 靠著他! 自動守衛! 去打他! 有有有!打到一下!打到一下! 喔! 又去打到一個! 不錯!不錯! 啊! 別人如果 如果從我旁邊經過的話 那 這樣子 自動守衛就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 所以 蠻好奇如果是打那種 衝撞型的 會怎樣 哇!他被瞄了! 這邊有一個 哇!哇哇! 他是! Overwatch! 沒關係! 沒關係! Overload啊! 呵呵! Overwatch是另一個東西喔! 來!來!來! 來!我們 這個 只有兩隻 打他的八個自動守衛! 可以的!可以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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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退了欸! 這場 也是快速場欸! 我們已經 又要贏了 不行! 我還沒有打夠! 我還沒有跟 大大打夠啊! 來!這邊下面 我們 一起壓下去! 喔! 12345! 哇!這個 很明顯就要逃跑啊 那就算了 這裡!這裡!這裡! 他很靠近! 有了!有了!韓國韓國! 走走走! 哇!欸!左上角 點灰居然又被搶回來欸! 而且左下角他們也有在搶喔! 欸!屁股! 其實好像屁股 有沒有面對對方 都不太重要欸! 平常這自動守衛 就在我旁邊 他又不是剛生出來 如果是...哇!哇哇哇哇哇! 那個...那個 Overload 那個軍神 兇巴巴喔兇巴巴 我就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還好我的守衛 我的那個陷阱啊!陷阱可以擋掉他很多的... 很多的傷害 基本上他衝過來 我一發現 好像可以打掉他兩個自動守衛 所以...這樣是還蠻不錯的 有了他已經抓到我了 你看看!真的還不錯喔! 這裡有個衝撞型的! 有! 衝撞型的!拿我沒折! 哇! Triple Kill! 嗚呼!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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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擔憂人家 來這個...直接殺進我 因為我有 我的自動守衛在 然後利用我的這個陷阱慢慢往前 拉這個... 據點 拉我們的陣地 而且他這個好像是小陷阱 所以他在場上 維持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 這絕對會比三發陷阱9阿 有沒有比巨炮陷阱9 就不太確定 我自己的感覺好像是也是有 所以... 要妥善利用這樣的一個優勢 就可以把我們的陣地慢慢往前拉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事情拉 來來來 他們都躲在這裡 躲在裡面 這裡 陪著我們的六炮 一起往前 好啊!他們都被我們趕出去了欸 後面是那個...軍神啊 還是蠻想要跟他對職的 你看他的...他的... 完全靠不過 他完全無法突破我的這個陷阱避障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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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剛剛有稍微受一點點小傷害 但是還好 不過關鍵還是 面對軍神是不容易靠近他的 因為...他一定會想要... 有一個打距離戰阿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只能防禦了 真的是只能防禦 因為...要靠近的話 還是有點困難 因為我靠近他 他一定會後退 那我...當我靠太近的時候 那邊就是沒有陷阱堆 那我...反而就不行了 所以只能在這邊...拉續戰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機會 我常看到有...媽媽坦克欸 媽媽坦克的那個...孩子 好像啦...好像... 哇!不!六炮掛了! 六炮掛了! 哇...這...反而令我擔憂了 我們... 但是血量也回回來了欸 我覺得...不能放棄...不能放棄 我們...不能...在此認輸 對不對? 欸...他想要聚集在這裡 想要幹嘛...想要幹嘛 有有有...陷阱全部擋住 你如果只是一次...一次的來 我全部都可以擋掉 然後慢慢的靠近 即便被打到一兩下也沒關係 即便被打到一兩下也沒關係 不行!有關係!有關係!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雖然我幹掉的人我不知道是誰 啊...我也沒想到一個...苦肉祭你知道嗎 就算被打到一兩下 只要我能夠拉到我想要的距離 還是可以打到了 可是剛剛真的...真的已經到了很近很近了 但是我的自動手就是不做事啊 他的施力一千度我有什麼辦法啊 我的媽媽咪啊 好啦...我們...哇...不要過來 我要等30秒 雙炮走開 有我有血量了...我有血量了 蛤?你剛剛...呜...被打到...被打到 你在囂張?你在囂張什麼?你在囂張什麼? 欸!施力一千度!作詩啊! 有有有...也把他打得非常的慘痛 但是我現在也非常的慘痛 他還想要來嗎?他應該不想要來了 好...30秒30秒 來...小家破 欸...不錯不錯 上面那個雙炮好像一直想要拉下來 欸!不行不行!左邊有軍神 哇!這樣我被包夾了!我被包夾了! 我被包夾了! 我被包夾了! 又又又幹掉那個雙炮! 很好很好 他靠我太近了 他傻乎乎的 哇!不行不行!我也傻乎乎的 剛剛的陷阱沒有擋到 哇!又痛又痛又痛了 我也不需要退厚!他有點移動速度 哇!怎麼會有兩隻! 怎麼會是兩隻! 不! 欸!怎麼會有兩台! 太過分了! One more game! 好的!我們在中間重新 又回到了我們的45等啦! 而且場上的狀況真的是 非常難以預料 剛剛還以為我們非常大的優勢 結果現在他們又搶下了好多點 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是... 那是哪一隻啊! 跳躍者是不是! 他瞄我也瞄得太準了 因為他的視野比較廣 我們現在才剛45等 我們就要來個30秒回血啦! 忍著!忍著! 沒關係!忍著! 痛苦會過去! Fatman會留下來! 來!夥伴們! 往後面靠! 讓我往前推進! 帶領你們! 我們現在武武波! Here we go! 就需要我啦! 這邊有一個軍神是吧! 在上面喔! 我覺得要小心! 哇!果然果然果然! 這裡是...他們的地盤啊! 欸咻欸咻! 很多人很多人! 我們終究這一台也不太適合 一打多! 應該說子彈... 如果對方子彈靠近的話 我們當然只能有... 我們只有一發的砲管嘛 所以一定是用那一發去... 去來擋對方的子彈 對!所以...我們要小心! 但是我們的守衛... 對方有多少人來 我們都可以解決! 只要能夠靠近! 讓我的守衛做事到! 勢力...有一千多度的! 欸!哇! 啊! 這個真的... 這樣算是被counter欸! 因為鋸炮... 我需要... 拉近才可以! 啊!鋸炮... 很近距離的時候發炮... 我的移動速度完全來不及躲避! 完全被counter欸! 欸!真的完全被counter欸! 如果我想要打他的話... 沒可能! 因為... 要能夠靠近他... 那他那一發我是... 打不住的欸! 欸!不能這樣啊! 喔! 我看到一個大的了! 莫名其妙直接來到了45等! 但是我的血量有一點低微!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 好好的操作! 不能受到任何一點的傷害! 啊!被打到了!被打到了! 不要活下去!活下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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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咻欸咻! 欸咻! 躲避躲避! 躲避! 躲避! 不行! 讓我活下去! 我... 我又被打到一下! 我在點技能屬性! 這邊一定還不能... 還不能先進化! 有有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剛剛一定要用我這基本坦克的子彈 去給他也一點削弱! 否則的話他就只會越來越囂張! 來!再度前來了! 鋸炮真的會很麻煩欸! 我覺得... 先來看看我的守衛! 不是我的那個陷阱可以擋... 擋多少好了! 射過來啊! 射過來啊! 哇哇! 陷阱幾乎... 擋不太住欸! 哇!四五個陷阱都被擋掉喔! 所以... 他那一發如果靠過來 對我直擊的話我完全是沒有辦法的! 完全是沒有辦法了! 守衛! 守衛不過去! 就沒辦法做事啦! 守衛!真的是... 真的是... 喔唷! 近視一千度! 我已經這麼... 的靠近了! 天啊! 這守衛真的超... 勢力真的很爛欸! 你看他現在打那種中立的! 有沒有啊! 他就很快的就會過去! 感覺視力很遙遠! 可是... 打玩家! 他這瞬間那個視力... 變得很差勁! 想說... 喔!前面這個到底是紅色還是藍色啊! 嗯! 看不太清楚! 我...我眼睛... 只看得清楚黃色啊! 這個是... 爛鬥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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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會被打到喔! 他... 那種擴散型的... 不太好躲欸! 面對... 因為我畢竟是只有一發一發的! 算是比較集中的! 所以他如果擴散了我就很難躲! 啊! 我們要輸了! 自動陷阱! 幫不了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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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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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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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躲!躲! 躲!躲! 全是我一面的...被挨打! 我還故意...慢慢的射! 他就想要...想要好好的秒一波! 秒一波! 是吧! 這裡!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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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唷! 我一定要努力的靠近! 再靠近一點點! 好痛苦喔! 這麼近都不行! 這麼近還是不行! 要躲近! 要躲近! 自動守衛!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極限操作! 極限躲避! 哇!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痛痛的! 痛痛的! 自動守衛完全不會... 哇!那發子彈也太慢了吧! 他是屬於...超慢速型的! 這就像打棒球有沒有! 很多的快速球過來你很會躲了! 那一顆慢速球有時候你反而不太會躲! 哇!天啊!我們已經...超級鎖血了! 真的還好有點一點點的血量! 不然又要掛了! 好煩喔! 你們要幹嘛啦! 這邊兩個巨砲! 一個是慢速球! 一個是...哇! 快速球! 兩個! 結果有一個軍神就把我給殲滅啦! GG! G...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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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啦 秒隊大家覺得今天如何呢 我覺得自動守衛 真的是...近視太深了 他的守衛怎麼可以... 視力這麼的差 一定要靠得太近 才會讓他打到人 我覺得這是...極大的缺點 如果他的那個視力範圍 可以有個1.5倍 真的是1.5倍就夠了 你看我多少次已經靠得很近了 我真的覺得1.5倍他就可以成為一個不錯的坦克 畢竟他的這個陷阱乍看之下雖小 但是在場上的持久的時間 跟他的抵禦的傷害我覺得是蠻多的 真的就是自動守衛視力太低了 喔 好頭痛喔 好啦 表得大家覺得今天這一集如何呢 希望大家這個看影片之餘 可以多多保護自己的眼睛 不要像我的守衛一樣視力1000度好不好 眼睛是靈魂之窗 非常的重要 好好保護 呵呵呵 好啦 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別忘了在右下角點個喜歡 或者是訂閱我 咱們下一回再會溜 掰掰 DV DV C 感谢观看